我傾向相信政府龍虛作假 反過來來說,我就傾向相信所有的留言都是真的 所以凡是要動搖你的事,要發布消息很容易 我發布幾百個消息,就被人刪除了 然後我就說,你不是真的,怎會被人刪除 所以你其實是混蛋的,大陸一亂起來,可以亂得很厲害 但現在作為反中亂港的基地,當然是香港亂 香港亂的好處很多 為何要無端說保定沙士呢? 萬事俱備只欠,跟03年一樣 只差在股市未跌,希望歐債可以幫幫忙 不過可能性很低,歐債應該不會爆煲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有沙士,又有特首小圈子選舉 鬧劇,徹底地學習曾林權說 夠了陰謀,夠了負面 於是你現在的陰謀債,又不斷被揭發 然後又被人揭發你這個 春冥,豪華郵輪,私人飛機 然後花園便宜租,還有酒教 逐樣逐樣 反正他都是風言風語,風言風語都可以做頭條 我們講的都可以做頭條 即是你叫人來吃飯拿相機的,我都不講你 大把這些 好啦,拉不拉得當然可能性很低 拉不拉得可能性很低 雖然現在很多人去報案 但廉政公署哪有廉政呢 沒有的了 但這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可以引來很大的反向 就是什麼呢 香港官商勾結,制度化,體制化 他不是用一個收黑錢的方式去進行 而是從一個整個制度的體系去進行 另外一件事就是,逐步的大陸化,越來越失去自主 而本土上,無論是我們的經濟本位,文化本位 一步一步的退卻 這些已經抑壓了很大的不滿 但是我們香港人,譬如我們分析幾件事就是 為何23條會有這麼大的反撲 為何釋法會有這麼大的反撲 即是當年釋法,現在可能已經衰弱了 因為那一份對於法治的追求 其實已經慢慢消磨了很多 我們數回23條 這個釋法,人大釋法 特首,即是香港政府主動提供人大釋法 另外,再數上去年,提保機制 到了現在這個,共通點是什麼呢? 共通點就是,我們知道我們是一個殖民地 我們知道事實上我們並不享有民主 並不享有民主是香港人一向都不享有民主 民主是一個遙遠的稀奇,那是憧憬 事實上,我們民主的狀況受到壓迫,受到打壓 甚至乎,新聞自由受到壓迫,我們大部份都是港英時代過渡下來的人 又或者我們比較擁有話語權的人 都是港英時代過渡過的人 我們其實都明白,真相就是說 自由民主和新聞自由,由港英時代到現在 其實一向都沒有什麼 但是呢,有一件事我們很堅實地去信奉和守護的 就是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如果一旦被破壞的話 香港就什麼都沒有了 雖然我很討厭核心價值這個字眼 但是由幾次巨大的反撲 我們就看得出我們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是對於什麼 就是對於廉潔的信奉 對於程序正義的追求 譬如我們一向來講,我們知道政府是仆街 是做事,是不講究,變通 又或者是不屌尼,不開工 這些事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反撲不會這麼大 但是呢,貪呢,這件事呢 一出來,就很大件事 貪,不是說,你看不看有錢到面色 說你是不是會向大財團利一傾斜 你在制度化的系統下,我們來理不可 但是你個人的貪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多辛苦去打造 尤其是,當然我們沒有這麼大年紀 但是我們看電影都看得多了 由廉政專員開始 這麼辛苦建立下來的廉潔制度 如果因為你一個這樣的人 而整個系統摧毀了 尤其是由特首 特首,等於這個 早兩天訪問廉政公署的副處長 徐家傑也說 如果你這樣都可以不進去 整個廉政的觀念就被你徹底打破了 如果你這一刻都不進去 其他公務員都不可能進去 任何事都為你馬手事 因為上糧不正下糧歪 所以你看到,香港人的反撲一定會很巨大的 巨大就是,如果程序正義 如果我們對廉潔的信任都可以被摧毀的話 所謂的香港,香港這個字眼所代表的一切 已經荡然無存 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撲街是一定要的 他撲街是肯定的 但問題就是,那個民情如何可以反映出來 如何可以造就巨大的反撲 蘇柔在聽的電話 我們等他先記錄這個電話 這個是... 這個是...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一定要搞的 一定要大規模這樣搞的 而且那個其實是始於董建華開始 如果你說董建華是否比曾林權好很多 董建華就是大貪 我告訴你 董建華你看看上任之後 東風海外升了多少? 即是說股價 你看看東風海外在上海多了多少? 你看看董建華在任期間 香港和上海的競爭力 此消比獎了多少?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在那段時間上 忽然間迎頭趕上? 除了因為整體經濟狀況之外 是不是香港有很多東西故意讓半臂? 為什麼當時有這麼多工程 有這麼多施政都忽然間不幸呢?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去搞中藥港呢? 是不是 就是在這樣的始消比獎情況之下 然後當他退休 我們發現原來你那裡有這麼多地 東風海外升這麼多 大家立即仿然大悟 好了 到了曾任期的時候 他又沒有這些後盾 又沒有這些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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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私人飛機啊 春明啊 豪華遊輪 周圍 但是跟完便宜租 但不是的 還未揭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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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有大單些 但現在已經夠了 之前已經說了很多 他的媳婦、考試 那些已經說了 新任權迷香港陳水扁 香港陳水扁 因為他從窮開始 就變大貪 但他又沒有陳水扁這麼厲害演說 演說 演戲又差一點 做戲又差一點 不過髮型差不多 髮型差不多 髮型差不多 但他真的直接挑戰到我們的核心家 所以還要說是香港仔 好了 我們開始聽電話了 只是我們爆不夠了 不如我們看看民情是怎樣 不如聽民眾的聲音 比我們更好 我們的電話是 2892 2892 2899 那就打進來吧 看看有多少個電話 看看大家講得精不精彩 精彩是講多一點 那阿蘇很忙 阿蘇你現在接不接電話進來 阿蘇現在是不是 人們在追蹤他 不搞不搞的 阿蘇很生氣 阿蘇很生氣 阿蘇 阿蘇你有沒有電話接進來 太過分了 接個電話進來給我們先 喂 喂 你好 早晨 喂 我叫Alban 是在加拿大陸來的 都要回來 要罵一下 真的很離譜 又不你罵 你來吧 你來吧 爆啊 我們不問你問題 是嗎 OK 基本上 我們在外面 跟外國人說的 在愛國人眼中 香港和大陸有什麼分別 基本上我們 如果香港人在海外 講開香港 就會說 香港是很司法獨立 很廉潔 就像其他法白的民主國家一樣 這是很大區別 對於重重國 現在搞到 之前說 一向我們都是想著 在我們的核心價值裏 要高生養年 對嗎 現在搞得好像大陸 非常多 就像大陸一樣 基本上所有公職人員 都有灰色收入 收入 收入兩份 對嗎 那你講回 講回另一方面 那ICAC怎麼查 那會直接斷拔 沒得查 是啊 現在可以搞到的 我覺得 就是 現在還沒有特首候選人 那可不可以叫特首候選人 即下屆的特首候選人 就叫他 叫他 做一個選舉承諾 就說要 要查回這件事 搞得梁振英會承諾 現在 搞得梁振英會承諾 可能會 搞得梁振英會對他 沒用 小圈子選舉選出來 都是契弟 全部都是豬拿 信不過 因為現在就查不到 是不是 你現在under 他拿了特首 那你下一個都可以 不是 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抄回之前那個 不是 我們一定要借勢 我們一定要借勢 將那件事 轉到制度的問題 即是 你說他沒得查 你原本沒得查 都還有另一個渠道 就是 你始終是通過民意授權 現在你又不是民意授權 又沒有人可以管理 那你是不是大了 即什麼都可以 所以其實 這件事是要來凝聚民意 始終是要針對制度 不過你長途電話 我先給你 還有 你如果把這件事 放在一個很普通的公務員 會怎樣 即是 譬如說警察 普通消防員 如果有類似這樣的事 即是給回這個價值 那 我想他走不掉 一定會抓 抓了 喂 用什麼普通公務員 閃錦華叫雞都抓了 他有金 經常都聽不聽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 可不可以抓他 即是 你將權的那些 退休金 或是約滿補償之類 可不可以抓他 這件事 是啊 這個可以值得研究一下 值得研究一下 好 多謝你的電話 即是這樣 好 麻煩你 你有沒有補充 你有沒有補充 他要養臉 我高身 被你養不到臉 那還得了 他可能覺得不夠高 是啊 不過你說 約滿補金的那些 難搞一點 因為現在還是要逼他下台 真的 不過不是的 逼他下台真的不夠 這樣講講一下 真的要 要罷免他才行 抄家 他退休 現在那筆錢 每個月就支付百萬多元 剛剛很夠交租 哇 這麼可憐 好 另一位是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你好 早安 早安 林小姐想說什麼 我一直住在海外 很傷心 看到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因為 是差不多 以前我看海外報紙 每天見到的 只不過是 學同跳樓 或者那些新聞 你一見到就留意 連娛樂報都不看 只是看港文版就夠了 因為港文版 政府真的亂七八糟 娛樂性更大 娛樂性更高 娛樂性更高 娛樂版 是 有時候會覺得 因為我在海外 所以可能很多時候 都靠那些報紙的資訊 才知道 那關於 好像每天都有新鮮的事 今次好像是《真人權》 這件事件 其實有時候 我以前一直看報紙都覺得 如果他可以讓你報道得記 他就會寫的 如果是 如果是 絕對不能夠讓你報道的 這一輩子都會知道 是啊 看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 會不會是 他在位的時候 就是 被那些有損路 拿得太多 現在是 臨走之前 被那些 有損路玩他們 這個一定是黨爭的結果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你說這些資料 不是梁振英放 打死我 老實實 這就是 這就是徹底香港大陸化 就是 沒有了港人治港 那個問題就是 你團派和共青團的鬥爭 拿到來香港 以前 鬥到怎樣亂都好 你不會鬥到來香港 現在就是 香港都被你鬥完 就揭了這些臭屎出來 所以這也是要突顯 小選子選舉的不荒謬 就是 小選子選舉的荒謬性 就是在於這裡 不過你長途電話 我先給你 我還有一件事就是想問 如果他真的被人揭發 當然很多人都很心涼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不夠 因為 你見到陳水展 因為他去探 所以現在要坐牢 為什麼香港就這麼寬容 這麼多 已經揭發了這麼多事件 例如 像唐英年或者其他那些 為什麼每一個人 經過司法而會坐牢 那為什麼他們還可以 這麼硬硬硬 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們這麼容易硬硬硬 他們更加可以做 更加大膽的事 是不是完全是 只不過這些全部是 有錢人玩的遊戲 而同的人 永世都一定要踏實地 你要打工 你要努力向上 而有錢的人好像 是什麼都可以做的 為什麼可以練得這麼厲害 刮地又可以刮 喜歡就刮一下 還有我很不認同唐太太的那句 他因為想給家人一個 溫暖的家 所以他就刮地動 大哥 我們是女人 難道我都做土葛主嗎 沒可能 是不是 這個 我也很奇怪 他講完這些事情 他跟他承認有什麼分別呢 他一捉膏就打敗所有女人 有其夫跟其妻 香港現在的政策很妖孕 群魔亂舞 群魔亂舞真是真的 多謝皇上 和你們 我每一招都聽你們的早朝天下 多謝 你們努力 好 我們會的 多謝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還有另一個電話 又是澳洲 多些本地人打來可以嗎 可以嗎 靠你們上街 有三